哎呀 我十年没见到闺女要来 你觉得我做一个什么硬菜会显得比较隆重啊 硬菜 这油渣水泥 掀脑钢筋够不够硬 正好掰一下你俩大歪牙 最近做点心这么火 工艺复杂 你做这个肯定不隆重 啊对 正好前几天我在广州 吃到了月菜的招牌 贴鹅酥 这个点心工艺复杂 且需要技术 好在我眼睛看会 手也就会了 那就先从鹅头开始吧 剥个饼干面团 用个压面筋一秒 面团就平整了 咱有工具就是省事 要好的面片切条 在中间斜切一刀 留个头尾巴搓圆 一捏一推 一弯 车型就出来了 再用芝麻点个眼睛 红色面片贴个罐 包个优雅的S型 就用烤箱145度20分钟 这能吃的天鹅头就做好了 那最难的第二道工序就是开酥 咱有工具绝对不动手 开酥分两步 一是水皮 用个厨师机 颤抖几分钟 就能拉出手套膜了 水皮搞定 分膜装盘 装饰半小时 第二步是油腥 手搓 那不存在的 为了搓得更好 我还替换了一部分黄油 用个搅拌机 打得就贼细腻了 谁让美食博主的工具多呢 油酥也定个想法 这个时间正好做馅 闺蜜十年没见 我这猫山王做馅 算隆重了吧 哇 咱就说这香味 果然 对得起这架 往往最好的食材 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就是最加酥点馅了 接下来就是最爱 翻车的排酥了 它比细一点 更难的是考验 制作者的首页 水皮包裹油酥 先压再擀 擀成七十车三十左右 像叠被子一样来个四折 如此再来一遍擀开 四折 再擀成二十车四十 去掉边正好七厘米一个 再把这五个叠起来 冷藏两小时就可以切了 咱就说这千层 也不难吧 最难的还是包酥这步 树香擀薄 刷蛋清 动硬的榴莲馅 捡起来 脖子捡个活口 用活口捏圆 尾巴捏扁 捡弧形 特别刷蛋清 再捏上芝麻 再来一片才行行 三个边都向外干一下 中间一切 就是两片翅膀了 那剩的边角料 咱也不能浪费 改个粉色 包个元素 再进行三次三折 再把馅儿包将其 变成个粉色小团子 顶部再划三刀 划破皮 这荷花酥就更简单了 最后炸制的油温 超级关键 我一次成功的秘诀就是 146到150之间 两分钟就可以 哇 核花酥 先低温120 把花扒了开 长到定型了 再升高油温逼出油 哇 好美 最后再摆个盘 就等闺蜜来了 话说 我这天鹅酥复刻的 还可以吧 天鹅酥不光造型 优雅高贵 这四本的猫山王 更是软糯丝滑 搭配塑料扎到外皮 尝过一定会榴梁王饭 哇 这个天鹅酥感觉好好吃 来来来 来吃天鹅 大王姐 你看到我做的天鹅酥了吗 我没看到 我最讨厌吃榴梁 我吃你 我最讨厌吃榴梁王饭